好 现在在华硕也是传出有争议了 这个电脑大厂华硕被检举说 涉嫌用这个已经通过认证的电脑环保标章 来违规搭载了新型的中央处理器CPU 来参与了政府的竞标 让同业是难以批敌的 而检教华确说因此长期垄断了政府的采购 金额恐怕超过了百亿元 华硕品质坚若磐石 华硕的品质保证现在恐怕要打个大问号 华硕涉嫌垄断政府电脑采购案 被检举淘家包拿认证过的型号 违规搭载新型CPU电脑 再贴上环保标章参与竞标 涉嫌参与标案的副董事长曾枪生 遭到检调约谈 在目前关于细节上面都还不了解就对了 讨论完之后的话就是会有一个公开的说法 华硕发出重大讯息强调曾枪生遭约谈非事实 早在今年7月就遭到环保署纠正 已经依循要求改正 只是现在被质疑涉嫌长期垄断政府采购 金额上看百亿元 每年Intel的惯例会在4月发表新处理器 而华硕就在这时推出十几项电脑型号中 夹带两个幽灵型号送检认证 直到隔年3月这两项有认证 但是没有上市的产品再送去申请环保标章 不仅涉嫌伪造文书 其实这过程在业界早就是公开的秘密 是不是有所谓的人谋不章官商勾结的这个情势 因为这样的这个做法通常来讲 几乎要从上透到下 过去也曾经出现过 包括民间的民意代表等等所支持的厂商 想要得到环保标章的这些认可 但是还好都在蛮严厉的把关之下OK了 环保署也决定开发撤除华硕标章资格 一年内不得申请 为了争夺政府采购大饼 真相如何有待检掉调查 只是对华硕来说恐怕已经大大伤害品牌形象 三立讯论许熊李轩台北送不到